安庭的勇气碎了一滴 日本人终于知道自己被耍了 威抗中国是假 洗自己人的血还是真 大家好 我是薛心凌 人厌苟闲 估计就是日本首相安庭文雄现在的处境了 与日本最新民调数据显示 70%的日本民众 不希望安庭文雄宁任日本首相 很大一部分人希望安庭提琴下台 安庭内阁的支持率也低至21% 实际上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 安庭内阁的支持率已经连续13个月 处于30%以下 以前以为安庭是努力了 但没有效果 现在来看安庭大概是想赖走不走 最近安庭直接就不装了 在一场室外记载会上 安庭整个人直接被树起的三命防弹玻璃覆盖 让自己看起来像一只龙中鸟 查明看起来是十分的滑稽 然后日本政府的说法 今后安庭在室外进行赢讲和技术采访时 都将采取防弹促使 这也让一种日本网友纷纷破坏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 他给出的解释是 鉴于美国发生了针对秦总统特朗普的枪击事件 所以他们加强了对安庭首相的保护促使 但是我们要知道 特朗普即便是遭遇枪击事件 被打伤一只耳朵 特朗普还是主张公开演讲 安庭这都还没有遭遇袭击 就把自己包裹起来 所以日本人现在对安庭的第一印象就是 怕死 有日本网友甚至这样评价 你知道自己比人讨厌到可能会比枪杀的地步 为什么还要干下去呢 安庭身为日本国家元首 不仅没有给日本人民带来希望 反倒是三不复密情绪 不难想象哪 安庭的举动只会让自己的自私力进一步降低 除此之外 日本一向夸张自己的国家安全 西方立出的旅游国家目的地名单当中 日本也是经常威力第一 如今安庭的举动 显然也是自杂招牌 会打击外国人到日本旅游的信心 毕竟首相都这样了 其他人又能安全到哪里去呢 日本如果无法依靠旅游艺 统增经济的话 那么最后自然又要让日本人自己来买单 所以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 安庭对自家人民的关心少之又少 他更惯心的是他自己做首相 做到这种地方 安庭如今他赖着不走的目的 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多半还是为了继续体验首相生活 以及自己的退休金 日秦安庭内阁就被爆出 利用公款吃大餐 一年光吃贺就化掉一千八百零四年日夜 安庭随后也多了一个 悲食会货男的称呼 继续当首相 只要安庭愿意 就可以继续体验这种止醉精密的生活 退休金发明 日本首相的退休金 与任期内的时间挂钩 这位事件越长 一次性拿到的退休补助就越多 比如在位400天的日本首相 一次性能够拿到160万日元的退休补助 相当于11.5万人民币 拿到这些钱后 日本首相将再也不能从日本政府拿到一份钱 因此日本首相退休后的待遇其实非常低 如果还不到退休的时候 被提醒赶下台 每个月的生活费 可能还要靠自己重新找工作来获取 比如日本秦首相春山富士 他下台后 拧自己的汽车和司机都没有 出门还需要自己挂行打车 安庭的情况 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自己 以及某些西方国家领导人 为什么总是炒作中国为民 有的时候 这些人不一定是对中国有多痛恨 他们更多的或许就是拼自家人 这些情放吃紧 后方紧吃 真要打起仗来 估计自己就是跑得最快的那个 好 本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各位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